只要我們上了船 就一定會翻船 所以 工作人員還說 這一隊就是油潭散散 然後這樣說 左舉點嘛 四個人很急 柯宇晨他會一直鼓勵你去嗎 因為今年有發文 想讓他們學長 對啊 我們喔 他們只有說 一個要說如果去要選藍隊 一個要選紅 說要選紅隊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目前還沒有什麼心動的想法 但是今天在這個場合 腰出來 對啊 會被尾喔 他現在下了學同意我 王子去參加的話 他應該會是 賽跑界第一名 他真的跑很快 所以你有參加什麼 都略懂略懂 那沒有一向是很驚人 籃球會 然後跑步也就 也沒有到很快 但是也是會跑 略懂 結果誰不會跑 因為跳高也是會跳 對 其實跳滿地的 需要很大量的訓練 因為王子從小就 受到一些幫派的訓練 對 小國幫派的訓練 所以他跑很快 對 圓猛 有一點後悔把自己給逼死了 因為 從報名 所有人的資料填期 然後他們的身份證都要傳給我 我都要印出來還要寫資料 搞得好像我是他們的代理人一樣 對 然後我還要去抽籤 然後抽完籤 然後我要去幫他們拿選手證 不知道什麼事啊 明明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但我就覺得至少很開心 就是所有人又可以再回到同一個地方 重新比賽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蠻值得的 但是真的差一點點就划不到了 第一次已經我們已經開始要 準備要下船了 結果他們就說暫停 真的因為下一組就是我們 只要我們上了船 就一定會翻船 所以我們 我們已經做翻船的預備了 他就是很像一位老父親啊 他都沒有要幫忙啊 我一個人就是屁屁狗 走快點 欸我有提醒欸 我說要提早到 結果呢大家通常是這樣 反正因為大比賽就是 因為你要檢錄嘛 要檢查講什麼 我跟你講我就是手到說 你們快點啊 我就先跑過去 然後就說我們到了我們到了 結果你知道最後那個 反正他們也是這樣慢慢 三三兩兩的走過來 最後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那個工作人員還說 C隊就是一盤傘 就是 我就轉頭過去看他 他說我們是一盤傘傘 我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不要滑最後一名 至少滑個第三名 我覺得讓他們知道 一盤傘傘至少不會墊底這樣 結果我們那天滑完 我們還真的第三名 對 因為那一天邱宇辰 其實他也是因為拍戲 他都沒有來練習 很感動的是邱宇辰還是來到現場 因為他還是有跟劇組請假 原本他是多起手 但是也是因為風浪過大 然後他就說不躲起了 就是以船尾過這樣子 整個最後他還是沒有畫面 因為他在龍頭 有啊也有畫面 他在那邊龍頭 很Chill 對他就很Chill 然後還跟大家 他是我們的公關代表 因為大家會看到我們 就說停步停步 他就這樣 然後大家say hi的 然後我們就很賣力的在那邊緩 然後他就這樣 所以你們其實很賣力 是趕著要下一個工作 對我們也是趕著要趕快回去 趕快離開才會 對不然平常我們練習的時候 是蠻懶散到是真的 哈哈哈哈